I THINK YOU HURT 今天是一個莫名其妙的Vlog 我們的內容大概就是一直亂吃短口 首先第一次要帶我去一個 YouTuber會擺一間飲料店 其中的無名珍珠奶茶店 因為我不是一個很會比較飲料的人 所以我覺得等一下這樣也太好 那你有什麼話要說 掰掰 欸沒有我只是夠 喔掰掰 跟大家分享一下 舞中對我來說是很像的一個地方 我們高中戲劇班 辦了一場Party 在這個地方 那天是我金泳三男王以前 因為我們就要離別了嘛 把最後我們所有的一些回憶的表演 就跳舞啊唱歌啊 我覺得每個人心中都會有一個地點不有意 譬如說我們兩個都站這樣子 我們快就閉夜了 掰掰 五天 那以後就真的會很想念 就是以後 想念我嗎 對啊 好酷喔 在一個非常像夢的地方 這興奮的小姐 五十塊的珍奶 五十塊的珍奶算快點 超級便宜 你現在哪裡買得到五十塊的珍奶 因為我本身是奶精塊 然後呢 它的奶味非常重 幾乎沒有什麼茶味 我覺得 超級好喝 而且我原本對它的期待 一直沒有到那麼高 換我們現在Part來來喝喝看這個 府中最有名的波霸珍珠奶茶 你喝太多口了 你可以講幾句話 你可以怎樣講幾句話再喝 它的珍珠 每一顆都是那種很厚 厚實的 直接插進我的地方 各位 如果你們想要那種保實感 你知道嗎 就是一杯珍珠奶茶 讓你解決你的午餐 就是靠這杯珍珠奶茶 各位我們現在來到一家的珍珠 因為我們想要嘗試一些 有沒有試過的東西 內容物我完全不知道 你究竟是吃起來怎麼會這樣 然後他給我推薦一個什麼 雲南大浦片 雲南大浦片 但我們完全不知道這是什麼東西 你要 蛤? 好 確定喔 你確定喔 等一下說起來是奇怪的東西 我不管啊 其實我只要確保不是海鮮就好 因為我對海鮮就是過分 那我先去幫你問問說 雲南大浦片是什麼 然後我不跟你講 說那是什麼 只要不是海鮮的話 我就說你給點 其實 可以再叫吃 嘴邊肉 你可以暴力的陳飯嗎 就是這樣這樣這樣 Alright let's try this 這個 spicy pork 好 我吃了進去的感覺很 不完全像是一個 神奇的那種 其實有點海鮮 再吃一口 看看這個肉 就是脆脆的 我覺得有一點像豬頭皮的感覺 因為它其實也是脆脆的 然後它本身就是酸酸 帶有 微辣 豬的味道不會很重 我覺得不錯 就是如果你喜歡吃豬頭皮的話 你可以想吃個高量一下 它剛剛說什麼叫豬皮 豬 我聽那個音啊 確定 它就是豬的某一個part 對對對 現在我們的打泡豬小姐 在吃打泡豬 因為我很喜歡吃打泡豬 它大概只會好吃 所以說它OK 它不是不好吃 可是如果你要說 看吃打泡豬的話 那我可能覺得 有一點點入口 就是我期待打泡豬味道會再重一點 我忘記那是什麼味道會再重一點 你知道它那個叫做什麼 打泡葉嗎 就是台灣人會很常用成九層它的 味道會再重一點 我還是會推薦大家來試試看 我覺得去嘗試一些異國料理 如果有一天我們真的可以到當地旅遊的話 你就會先提早習慣一下當地的料理 喔對 沒有 泰國當地的料理其實沒有吃 OK 好 這是我們今天的菜式化了 我還是覺得最酷的就是這個 這個 飯碗 你喜歡你你知道嗎 我真的很喜歡這個東西 我一定給你們喝 這超過10分 這個很酷 今天的午餐就這樣 我們接下來等一下會去下一站 Let's go 我們接下來要去大稻埕 然後這位小姐她 已經霸凌我四年了 然後她還是要繼續霸凌我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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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來再來 我殘廢的話就是對啊 你照顧我啊 不錯了 對對對 Alright 這個是 Poffee Tea Dessert 人家名就是Tinylust Blue姐 那個是人家的那個 真的有點酷喔 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暗像美食嗎 你看你看 你看看 它真的很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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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有吃的最好吃的 它真的很好吃 這個 它真的很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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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等一下就試試看 這裡有什麼味道 小山椰飯熟乳肉巴斯克 超濃抹茶 欸這個看起來超濃抹茶 蠻抹茶感的 今天吃抹茶聖念 真的有吃抹茶達人 來試試 天堂的味道 我現在在回甘 吃抹茶會有一個回甘的香味 豪邁的吃下去 豪邁的吃下去 豪邁 它這個餅子裡超香 就是我吃抹茶茶的時候 有時候會很不喜歡 皮的部分 所以它這臉皮 都非常的酥鬆 帶有甜味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這裡面有三層 第一層就是它的抹茶奶油 然後第二層 你看這裡有個比較深綠色的這個部分 深綠色的部分 是抹茶巧克力 就是抹茶配上白巧克力 然後非常濃厚 是整個抹茶茶裡面的 最重要的部分 超好吃 這個是 我在台北目前吃到這裡 那我想吃吃看 今天我點的這個 小三個人 想要半熟乳酪湯 來吃吃看 其實我不是一個很會評價美食 但我就 講了我直觀的感覺 我覺得它每次都太浮誇 但是餅長的價值也有點不準 我覺得 喜歡抹茶的人 會真的很喜歡這個 很 棉花棉花感 真的啦我不是很會講 但是就是我的感受就是 我是覺得很讚 我來試試看抹茶茶是不是 還是你要解渴 還是你要解渴 她的火茶弄到一個 新的禁忌 你們在走路的時候 體驗到什麼 但是從不遇到天堂 好的現在是我們的晚餐時間 我來挑戰吃一個 印度料理 對今天就是一個異國風 沒有我吃台式風 我吃傳統的湯液 還要用左手吃 還是我今天用左手 這上面可以吃 來你試試 那我要吃 嗯濃濃的咖哩蝦 連上 看起來挺美味的薑黃飯 難道 它是染色的薑黃飯 看起來跟一般薑黃飯不太一樣呢 有便宜一點酸酸的咖哩蝦 這個味道請在一起 你可以接受 你不行喔 因為微酸 微酸 它帶了一支酸 我覺得 還是吃得當然好 今天是我們 美食之旅的最後一站 最後一站 關度 什麼都沒有 誒真重一點 關度有什麼美食 我們有一家乾麵很好吃 但是它已經關了 下次有機會再帶你去吃 下次可能是兩年後 先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我今天跟我的喝派 這位小企 要去日本了 所以今天是它送行之旅 以前都看他玩一些垃圾遊戲 今天非常的有主導 想看到他底下的 淡妻要跳 請假 還請假 雖然說今天不是拍經緒度旅遊 但是至少我覺得這個東西很像 就是隨機旅遊的概念 大家都可以去嘗試一下 開所有一些新的世界 今天的旅程就是這樣 然後希望你以後去日本 希望你在那邊過的開心 謝謝 謝謝 好了 今天的影片就要這邊結束 如果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歡迎按讚訂閱分享 對這邊還有小鈴鐺 今天是個全Go Pro方式的 紀錄片 新的一個風格 好希望大家會喜歡 掰掰 谢谢大家